相關的功能之後 其實 當然比較大的問題是 直接在這邊用按鈕 其實感覺上面當然還沒有辦法很有個完整性 而且如果有很多地方其實是重複的 基本上你可以 選擇利用錶單來做一個 比較完整的處理 另外的話在下方 你也可以增加一個狀態條 這個狀態條就讓使用者知道說這個進路跑到哪邊 這樣相對的也會比較 能夠掌握進度 尤其是你要跑比較久的 像後面呢 我們會講到有關如何從網路上撈資料 那當然那個從網路上撈資料有時候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網路上的資料下載的速度有的時候會比較慢 那如果比較慢的話相對的你要等待 可是要等多久呢 其實如果你沒有讓使用者清楚的了解說 到底目前跑到哪裡的話 那其實就會產生問題 因為他可能就會亂點 或者是說到底程式當掉了嗎 還是 到底抓完了沒啊 諸如此類的 所以呢 我們如果要 比較 能夠讓使用者之間 能夠溝通的話 一般那個 所謂的 UX 或者叫 Interface 部分 使用者介面部分的話 你可以透過 VBA裡面的表單來做設計 那待會的話呢 也許我們分兩個階段來看 第一個是說 我們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一個表單 OK 那這個表單裡面呢 基本上我會放 三個 三個元件在上面 這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呢 再多放一個東西 就是下面再放一個 狀態條 OK 那這個我想分兩階段好了 因為先把第1階段先完成 再做第2階段 我想比較 容易一些啦 不然的話直接放進來 感覺有些地方混在一起 所以一請各位 先做那個 表單 這個表單非常簡單 有三個 第一個是標籤 就是你選那個 這個控制箱裡面的大A 這個標籤 那請選取分類項目 冒號 這個實際上只是讓使用者知道 底下 這個下拉清單 它主要的用途 所以這個標籤基本上只是有點 是裝飾用的 OK 那第二個 這個是下拉清單 我們用的是這邊有叫 Cumbo Box Cumbo Box的下拉清單 這個東西 上面這個A 是這個 這個是這個 然後Carmine Button 按鈕是這個 OK 那要怎麼樣完成 可以做出我們要的表單效果 1 OK 那我們一樣 切到剛剛的這個問題06 那接下來切到Visual Based環境裡面 那首先的話 如果我要增加表單的話 請記得 在專案上方任何個地方 按右鍵 插入一個所謂的 制定表單 OK 所以 之前呢 我們用過 主要是用模組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用制定表單 OK 那表單裡面的話要怎麼樣 畫出一個畫面 讓使用者跟使用者之間做溝通呢 基本上 按 插入 制定表單 接下來的話呢 上方應該會有工具箱 如果你工具箱不小心關掉也沒關係啦 你可以從 這邊一樣有個工具箱 可以把它叫出來 或者是說 檢視裡面也有個工具箱 那當然你這杯主要工具箱一定要顯示出來 如果沒有顯示出來 你後面的動作可能沒辦法做 那一先插入一個 表單 OK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把這個表單裡面做一些改變 那習慣上會由外 外面這個表單 再往裡面做 由外而內 習慣是由外而內 由上到下 所以呢接下來的話 我們先處理表單的部分 那表單部分的話呢 如果你要設定相關的屬性 記得呢這邊有個檢視 有個屬性視窗 那這個屬性視窗 請務必要把它叫出來 不過呢屬性視窗理論上 會停在 下方啦 不過他有的時候 位置會常常跑來跑去 所以 基本上我把它丟到 理論上應該是在這個 這個地方 這個位置 但如果說你這個位置不對的話 我前面有講過啦 你可以 拖拉一下 不過如果實在是拖拉不回去 反正先可以用 這種違原則啦 因為這實在是 你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啦 不過這個我也是弄很久 因為這件同學說 奇怪怎麼 我把它拉出來 要把它放回去 還真有點麻煩 那比較關鍵是說 你要把它放回去 記得要碰到這條線 他就放上去了 另外剛剛有同學問到 奇怪怎麼 要放放不回去 因為你工具選項裡面 你還要注意這邊有一個工具選項的停住 停住的話這個一定要打勾喔 因為像這個 剛剛同學是沒辦法停住啦 停不進去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專案總管有沒有 他把打勾取消了 打勾取消意思說 我不讓你停住啦 OK 所以 這個 這個 不過為什麼會變這個 有時候可能不小心打勾取消之類的 OK 大概知道一下啦 不過 一先把這個環境裡面做一個表單 二的話呢 再來就是把他的名稱改一下 我習慣是 表單 這個表單的名稱叫 Home OK Enter一下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雲端白板 這邊有個Home 那改來哪些地方呢 再來習慣改 左上角這個名稱叫 快速分類 那左上角這個屬性叫做 就是 屬性名稱叫 Caption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請你輸入這個快速分類四個字 Enter一下 那你會發現呢 左上角快速分類就出來了 再來把底色改成那個 淺 黃色 那底色的話呢 他的屬性叫 back color 所以你請你點這個back color這邊 然後再選調色盤 改成淺黃色 OK 第一個 外觀就設定好了 所以 在 表單 特別是要插入一個字體表單之後 改三個地方就可以 1 2 3 OK 那改完之後呢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就1 2 3 3個東西把它放上去 那這三個東西的話基本上1先把這個 點一下標籤 拖拉一下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他我們希望看到裡面有幾個字 請選取分類項目 所以呢 所以呢直接在這個label的caption 然後上面打上我們需要的文字 那直接打在caption上 那再來的話呢 你可以變更他的顏色 顏色的話呢還有字的大小 分別在form form的話指的是字的大小 所以字大概把它調18號字好了 OK大概這麼大 太大太大的話把它改小一點 16好了OK 大概這麼大 第二個的話 4color把它改成紅色的 所以調色盤 改成紅色OK 那大小稍微再調整一下 基本上大概這樣子 接下來呢 利用那個combo box 剛剛是1 Label 2的話combo box 拖拉出一個 下拉清單 OK 第3個的話呢就是一個什麼呢 comment button 拖拉一下 上面呢 記得caption屬性呢 先把它改成確定兩個字 OK 那字的大小也是form 大概也是改14好了 16好像太大 OK 顏色的話呢 一樣把它改成紅色的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大概就長這樣了 至於其他的部分呢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其他的部分怎麼做 當然你可以這三個啦 一樣再把它移過來一點點好了 好 大概長這樣子 好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可以參考一下雲端上面 那個 我們完成的畫面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待會我希望呢 能夠 當這個表單 怎麼把它啟動起來 跳出來 第二個有個下拉清單 讓使用者選取 比如說有四個項目啦 可能業務啦 產業別啦 產品 客戶姓名 有個四個清單 讓使用者選 當他選其中一個 就自動跑那個分類 這樣 就達到我們第1階段 第2階段就是 除了跑 我們要的分類之外 還能夠有一個狀態條 在下方可以讓他 當他點了哪一個 底下那個狀態條 也跟著 可以跟著跑 這樣感覺會更 更加的那個 這個 完善一些些 而且 如果你有個表單啦 相對起來 感覺你這個功能也會 比較專業一些些 雖然一樣是寫VBA 不過未來你可能要 還要再想到 你的VBA能不能寫得更專業一些 那個 至少跟使用者之間的那個界面 在上面 溝通的界面 是不是更加的簡單 而且 其實表單的好處是集中 不然的話如果你把按鈕做在那個 Excel裡面感覺會很分散 而且感覺有點是 違章見竹的感覺 一個一個 或者是臨時攤販的感覺 對不對 然後表單的話感覺就是一個比較集中式的管理 有點是一個大的賣場 或者是一個百貨這樣集中在那邊 這樣感覺 顏色也會比較漂亮 裝潢 你可以做一些裝潢 對不對 那當然相對起來 我是覺得 這些都是 比較是屬於錦上天花啦 不過 這個當然也是有必要 因為 除了要看功能之外 如果可以 做得更加的友善 相對起來 這個 VBA的可用性 當然會更高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表單 記得 先 按右鍵 那個 插入制定表單之後 記得下方會有屬性 你可以在檢視裡面把那個 屬性的那個視窗 那個小小的那個 要記得要叫出來 才有辦法做一些 控制 好